我要算某一个字串的长度 所以切到这边来 记得上面这边有个长度 插入函数找到文字 这边的话会有个LEN OK 不过你会发现还有个LENB 不过LEN跟LENB 我们先用LEN好了 LEN是算几个字 LENB是算几个bytes 所以你会发现LAPS 这边都有 OK我们用LEN按确定 然后他会问你说 请你给我一个TEST TEST就那个文字 那指的是身份证字号 按个确定 向下填满的话 这个SHOW它又出现 里面有几个字 等于是他帮你数过了 那是否正确的话 后面的话你可以 假设理论上身份证号应该是 10个字 所以如果你要判断是否正确的话 可以在旁边再多一个是否正确 然后呢 不过这边可能就要用什么逻辑 IF IF什么 IF 这个的长度 如果等于什么 等于10的话 那表示是 对的 YES 反之就NO OK 假设我们试试 YES或NO 那你可以吗 向下填满 旁边就会显示YES或NO OK 等于是多练习一个用逻辑 不过逻辑我们后面 还会再讲到 就是有两重逻辑 有更多重逻辑 那你如何做判断 那性别的话 这边的话 当然后面底下有个性别 不过 性别 跟LEN 可能比较没有关系 跟那个MID MID 比较有关系 那也就是说 如果我今天想要知道性别的话 一般身份字号 这边都会显示嘛 有没有 一男生 二是女生 应该没有三 目前没有那种三的 所以理论上 那当然 所以两种逻辑 那可是问题 我假设性别想要显示男或女的话 那这边可能像刚刚我们是分两个栏位 可是你想说我不要分两个栏位 我可以一次完成的话 那当然你可以第一个 先插入函数 用什么呢 用文字里面的MID 所以往下找 MID 好吗 OK MID函数 它其实也是一样 以后即便你没有用过 这个函数的话 它其实也是会跟你要三个讯息 第一个是TESTS TESTS指的就是 你要其实就切割的那个文字 第二个是STAR LUMBER STAR LUMBER 就是从哪个字开始 第三个是要几个字 按确定 好 所以我们填空底 一 请问一下你要切的字在哪里 就身份字号 二 哪一个字开始 我要第二个字 所以从第二个字开始 那LUMBER CHASE是你要几个字 CHASE是字元 一个字 OK 你会发现 它就自动帮你怎么样 把这个 第二个字 帮你把它抓过来 有没有 抓过来 但是这边可能有一点 要特别注意哦 就是它这个地方哦 它回来是一个什么 前后有双引号哦 对文字哦 跟上面上面没有哦 这些数字 那数字跟文字在以色列里面是不一样的东西哦 OK 所以叫这个概念哦 其实最容易犯的错就在这里 按确定 好 看照一样是一啦 不过它是文字一 那你如果向下填满当然不OK 因为我要是男跟女 所以再来怎么样 你可以把 这个公式 减下来 放到逻辑里面判断 如果这个里面是一 那就是男 反之就女 所以呢 第二阶段哦 所以 其实如果说你有很复杂的公式 你可以先做第一阶段 再把这个公式怎么样 减下 放在哪里呢 再插入到那个逻辑里面 好 所以特别注意哦 有的时候公式很长 不是一次做完的哦 都是先从里面 减下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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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可以做很长的公式 没有人一次全部做完的 所以我们第二阶段 逻辑判断 把公式贴上 如果这里面的结果哦 等于什么呢 等于1的话 哦 那你想说等于1就是男 反之就女哦 所以当然你这边的话 如果我这样输入啊 不过哦 等一下会有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我们看一下 看起来好像没有问题 不过你向下填满 你会发现全部都女生 哎 全部都女生 看起来好像逻辑上有问题吗 等于1啊 对不对 哦 啊这里哪里有错呢 对文字跟数字的关系 看得出来吧 哦 其实很多同学之前也蛮多 像什么用V乱函数抓 奇怪 怎么结果不对 我就对啊 因为你你搞错了文字跟数字 所以呢 记得哦 这个后面呢 请你加什么双引号 对 如果你加了双引号之后 按确定 向下填满 就OK了 对 所以要特别注意哦 文字跟数字哦 看起来是一样的东西 可是结果大不同哦 也就是他会文字跟数字是不一样的东西哦 OK 呃 这第一个哦 但是如果这一种情况哦 假如说哦 我后面这个双引号不加 那我希望怎么样 哎 如果假设一种情况就是我的后面呢不能改 那我只能改前面 所以前面哦 得到的应该 假设了 前面应该是用密的函数文字函数嘛 所以他切割完之后呢一定是这样子一 等于一不等 所以一定是这样子 那怎么办 可以把这个什么 对 转成 这个一 所以如果说我今天希望呢把文字 转换成 数字的话 哎 那请问一下有没有这个函数 哪一个函数 有用过吗 没有哦 其实答案在哪里 其实如果你不知道的话 我是建议啦 你可以在旁边插函数 插在文字里面 那基本上哦 你会发现这个每一个每一个 下面都有叙述 其实你只要把这里面叙述 全 就是找 找一下 所以有空的时候啦 稍微看一下 每个每个函数 那即便你没用过没关系 至少你要有印象 啊他那个函数刚好在哪里 刚好在最后一个 嗯 就什么呢 A value 所以 不然以后你干脆倒着 倒着看也可以啦 反正就是 主要让你什么熟悉啦 因为你很多同学 就是 看这么多 就是用的时候才去看 那有时候 即便有这个功能 你也不知道在哪里 所以我是建议 好 每一个每一个类别 没有 有空的时候稍微 喵一下 喵一下 好 那至于他里面有什么功能 好 你就稍微 要理解一下 那最终还是要练习 如果你没有练习的范本的话 你可以拿那本 刚刚有一本 推荐的参考用书 有没有 那个468招 里面就是全部都是这些范例啦 反正就是你又熟悉他就对了 以后就可以马上见招拆招 那A value的话 他里面就是告诉我什么 向下拉到最下面 Value 有没有 将文字资料 转换成 数字资料 有没有 写得非常清楚嘛 OK 所以呢 如果说我今天呢 假如说我希望怎么样 把这边做变更 我不希望这边 是用双语号 那我可以怎么改呢 可以在这个外面 这个Mid的外面 再包一个Value 就OK了 那包的方法这边注意哦 你可以包一个Value Value 然后前刮弧 那再把后刮弧刮在这里 表示说呢 他本来是 一个什么呢 他帮你Mid切割之后呢 他本来是这样子 这样子 那经过Value之后的话呢 他就帮你转成这样的E 就没有这个东西了 再跟他比 两边就Match了 所以有的时候状况是 你只能改前面 不能改后面的话 那你就记得要用Value 比如说我们Value 按确定之后 那向下填满 其实结果应该也会是正确的 所以特别是就是 稍微转个弯而已 那其他的话还有Labs 还有Right 我想这些比较简单的 请各位先稍微试一下 那Labs这边可能这一题比较难 吴先生 张小姐 所以这边的话 所以你这边可能要用Labs 然后再用And串接 如果这边是男 你就串一个先生过来 反之就小姐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试一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